哈喽大家好 那我想各位婆婆妈妈 家庭主妇都知道 那每当我们新买一块这个砧板 用不到三个月 就已经变得非常黑了 那事实上我们只用到表面薄薄一层 那其他都还很好 那因为我们经常在切菜的时候 那会造成这个砧板的伤痕 那里面有很多血水菜渣细菌黴菌 那会造成花黑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一些清洁剂 或是这种苏打粉小苏打粉 或是柠檬酸去洗 效果非常有限 那在内部的东西永远还是卡在内部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还是要破坏再来建设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 最好把这一层已经粗糙不平的 这个表面把它刮除 这样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怎么来让你的砧板恢复原来的样子 那我们来看我这一块砧板 那事实上这块砧板用不到几个月 不到半年就已经这么黑了 那我们基于这个爱护地球的这个原则 我们能修的我们就尽量修 那我想各位这个厨房 都有这种宽宽的菜刀 那这个就是很好用的工具 那首先呢 你这个砧板要先让它泡水泡湿 泡湿的话 有一个作用比较柔软 再来你就用这个菜刀去刮它 各位可以看到这种刮下来的这个残渣 非常的脏啊 非常可怕 好 那等于说我们再替这个 砧板做一个去角质的动作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么脏的砧板你敢用吗 这个吃到肚子里可不是开玩笑的 好 那我们 我会先把它沖一下水 看哪些地方还没有刮到 好 那没有刮到的地方你就继续刮 也可以用这个方向 好 彻底的把它铲平 好 好 好 那刚才有的地方已经太深了 你不要把它铲平了 没有用的 太深了 好 我们就原则上就是 百分之九十 就铲平就好了 看到这些 变灰都是脏污的物品 有些是塑胶粉 把表面的塑胶粉缠起来 这样子 变灰全部都是杂物 好,那我们先洗干净以后 用抹布把它擦干 确实把它擦干 好,那之后呢 我们就拿这个热风枪 热风枪 我们就拿这个热风枪 那我们就是说 让这个表面 重新再融合就对了 好,那你如果在吹 看到它表面有变那种亮亮的 的缓光 就表示它有 有在溶解状态就对了 好,有没有看到亮亮的出来 好,那我花了一些时间 首先,将这个伤口 已经把它用热风枪把它抚平了 那我发觉 400度是比较理想的温度 一开始我们调300度 比较慢 大概400度 这样比较快 那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砧板的伤口抚平 这个脏污的东西就不会卡到 那个缝隙去了 那我可以 又再重新再使用这块砧板了 那如果各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到 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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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